大家好,我是超级 前阵子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说 大学不敲课就不叫大学生 那作为模范生的我当然是不能够同意 更多了 因为本人从高中开始就经常敲课 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打游戏打太晚醒不过来 到后来上大学更没人管了 又经常因为打工和出去玩要敲课 那当然逃学是不对的 不过偶尔敲敲课其实也无上大雅 顶多就是被警告和记过嘛 但谁又会想到有人竟然会因为敲课 而被困在荒岛那么荒唐的呢 这次的事件发生在太平洋的东家王国 在首都鲁挂楼发那里 有一家叫圣安德鲁的天主教技术学校 这家学校出了名的管理严格 严格就算了食堂的东西还难吃得要命 于是在1965年的某一天 6个13到16岁的少年受够了这种生活 决定要来一场集体逃学 逃学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问题是他们不是翘课出去玩那么简单 而是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东家 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斐济或者新西兰去 正常人想要出国 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买机票订酒店吧 但他们一没护照二没钱 于是6个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先是准备了两串香蕉和几个椰子 然后在港口透了一个他们都不喜欢的渔民的船 连地图和指南针也没带就自己扬帆出发 这样搞除了坐死以外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 这不启航当晚他们就遇上了暴风雨 虽然最终船体本身没有破洞 但却把帆跟驼给吹坏了 没法控制方向的坐死少年团只能坐在船上随波蓄留 但过没多久他们又面临断水缺粮的问题 还好这6个人还是有点常识的 知道海水不能喝就用椰子壳借雨水 然后把雨水平分大家早晚各喝一口 不过食物就真的没办法了 在吃完那两串香蕉和几个叶子后 他们就只能饿肚子 而无止境的漂流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会漂去哪里 或者就这样直接死在船上 在海上漂流了8天后 他们终于在海平线上发现了陆地 虽然远看是个鸟不拉死的荒岛 但也总比在船上漂来得强 于是6个人用尽最后吃奶的力气游到岛上 虽然刚才说过这岛看起来鸟不拉死 但他们上岸后发现牙上其实有很多海鸟 几个人第一时间就抓了几只海鸟 靠身喝鸟血和吃鸟肉来恢复体力 然而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少年们因为找不到上山的路 他们只能住在岸边的一个山洞里 继续靠生吃海鸟和鱼勉强地蹭过去 直到在登岛后的第三个月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往山顶的路 话是这么说 但这条路也是丛林密布 6个人走了两天两夜 才终于到达山顶 在登顶途中 他们发现了一把古老的刀和叶子林 而在山顶的死火山口 他们又找到了芋头 香蕉和菠萝素 甚至还有大量的野鸡出没 对比起住了三个月的岩石山洞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了 但为什么岛上会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呢 其实坐死少年团目前所在的地方名叫阿塔岛 距离他们出发的东家首都大概有166公里 阿塔岛上曾经是有原住民居住的 不过在1863年的时候 岛上的原住民全部被抓走去当奴隶 从此阿塔岛就这样被荒废了整整100年 还好岛上的叶子林 果树和野鸡 在没人打理的情况下还能繁衍下来 直到一个世纪后 才被这六个坐死少年误打误撞的发现 不过除了以上的东西以外 山顶上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资源 就是木头了 虽然坐死少年团里有人懂得生火 但因为他们之前住的岸边没有树 所以他们登顶后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剪裁生火了 当天晚上坐死少年团的六个人围坐在火堆前 把采到的野豆 鱼 乌龟和海鸟用火烤着吃 再以香蕉作为菜后甜点 这对于生吃了海鸟和鱼三个多月的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米其林三星美食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坐死少年团逐步把山顶打造成他们的家 有团员用爸爸叫过的方法把树干挖空作为蓄水池 然后又用棕榈叶和木头盖了草屋 为了保证食物的供应和方便采集 他们把芋头移植到营地附近 又在营地里架起架篮 然后把抓到的野鸡用绳子绑在里面圈养 除非天气恶劣没法去悬崖边抓海鸟 不然他们也不会轻易吃掉那些野鸡 只是用了短短的半年时间 坐死少年团已经在阿塔岛建立起一个小社区 营地里除了有厨房、卧室、种植园和鸡棚 甚至还有一个健身专区 他们把石头当哑铃 用剂毛做成羽毛球 每天都坚持运动 确保自己够强壮 应付岛上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 比如有一次一位团员在抓海鸟的时候 就四足掉下悬崖摔断了腿 还好其他团员够力气 把他从悬崖救了上来 之后再用树枝当甲板把腿固定 四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不喜欢动态的岛上也有静态活动 有懂音乐的团员用剪来的木板和叶子壳 制制了一把吉他 又在石板上填词作曲 每个晚上团员们都会围坐在火堆前 靠唱歌来排解他们的四项情绪 团员之间有什么不满 也会在这个时候坦诚说出 让他们成为感情非一般身后的男兄男弟 再大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上 不过当坐死少年团在岛上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滋润的同时 团员们远在东家的家人却非常伤心 因为谁也知道这样子出海基本上是九死一生 所以他们在事发的三个月后 就给孩子们举行了葬礼 当然坐死少年团也不是没想过回家 他们曾经做过一艘木筏尝试出海 但是刚出发没多久 木筏就已经被海浪打碎 也同时浇灭了他们离开阿塔岛的决心 大家都开始认命说不定永远都会被困在岛上了 1966年9月11号 也就是事发的15个月后 澳洲船长皮特瓦娜开船来到阿塔岛附近 看查有没有什么捕荣下的好位置 可是船还没靠近阿塔岛 皮特离远就已经看到山顶有烟火 还隐约听到好像有人在叫 当时船员还跟他说 那只是海鸟的叫声不用理会 不过觉得事有气巧的皮特 决定把船开近一点一看就近 没多久皮特就发现 有几个一丝不挂 头发极尖的野人一直跟他们挥手 接着扑通一下就跳进海里 往船的方向游了过来 看到这样的画面 皮特跟其他船员也是近代了 这个荒废了一百多年的岛 怎么会有人的呢 为了以防万一 皮特把上了堂的枪藏在身后 当少年们上船之后 他们用流利的英语告诉皮特 他们就是失踪了一年多的 坐死少年团和岛上经历的一切 最初皮特还是半信半疑 他让坐死少年团把名字告诉他 然后用无线电联络了 东家的政府部门 二十分钟之后 无线电的另一端 就传来了非常激动的声音 你竟然找到了他们 我们都以为这些少年死了 连葬礼都举行了 这是奇迹啊 坐死少年团还活着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东家 团员的家人都来到了岸边迎接 为了庆祝少年团平安无事归来 他们邀请皮特连续举行了几天的派对 然而在其中的一场派对上 皮特却看不见少年团的身影 原来那个被偷了船的渔民 知道少年团回来之后 决定要追究到底提高他们 结果六个人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打听到少年们被关之后 皮特灵机一动 他联络了澳洲的一家电视台 告诉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荒岛求生故事 借着就把这故事的澳洲版权卖了给电视台 皮特之后把版权费的一部分给了渔民 让他撤销对坐死少年团的提高 然后就带着少年和电视台的拍摄团队 回到阿塔岛 把他们在岛上的经历派了下来 现在大家在看的素材就是当年的画面 而里面的角色都是由团员本人亲自演出的 为了感谢皮特 东家国王特地允许他在东家的任何海域捕龙虾 之后皮特就带上家人 从澳洲搬到了东家住了整整30年 还请了坐死少年团的所有人当船员 可惜的是皮特救人却不能自救 2021年4月13号 皮特开船在澳洲里士满河航行的时候遇上巨浪 他跟船一起被卷入海中 虽然之后被人拉了上来但最终还是离世 终年90岁 至于当初的坐死少年团也已经变成坐死老年团 6个成员目前只剩下4个人 在世的现在也已经70多岁了 好了 我是茶几 我们下次见 拜